洛梨那琉璃般的毛子 也像是略过一丝淡淡的哀伤 他轻轻的说着 我想过 离开陵路以后 就不再出现 但还是忍不住的想来见他 我怕他因为被陵路驱逐而颓废 所以想要陪着他度过 我想要看着他 再度辉煌耀眼 在他的身边 我会很开心 这种感觉 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我舍不得这种感觉 所以 这些时间 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 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当 我会去承担的 只不过 我不希望你去干扰他 请让我 为了自己 过了这些时间吧 洛梨悠悠的说着 旋即 他就转过身去 对着山峰之下 缓缓而去 李环通望着 洛梨离离离开的纤细身影 双目 也是缓缓地闭上 再度睁开的时候 眼神 恢复了淡漠 此时 那遥远处 神魄榜上 也是爆发出了 悼悼金光 李环通望着 那冲上神魄榜 第一的名字 许久以后 方才收回目光 洛梨啊 不是我要针对他 只是 如果他真的没有那份实力的话 继续跟你在一起 以后 只会对你形成阻碍 所以 我会用我的办法来 在北苍陵苑的另外一处 这是一片巨大的湖泊 湖泊中央 有着一座小岛 小岛上 小屋耸立 花草争宴 而此时 在那小屋当中 正有着清脆的声音 带着一些怒气 传了出来 这个叫牧尘的心声 好讨厌啊 抢了莫伦的第三名 还不满足 竟然敢把我也踢下去 真是气死我了 姐姐 你要帮我讨这个公道 小屋里 安静了一下 又是一道温柔的女子清笑声 随之响起来 那神破榜啊 本来就是新生的 你现在还留在上面做什么呢 既然被踢下来了 那就努力冲刺天榜吧 可是他太过分了嘛 一个才到北苍林医院的新生 都这么嚣张 这新生啊 挺厉害的 这些麻烦啊 我可不会帮你 你也得老实点 真要交手的话 怕你也不见得会是他的对手呢 我 我不信 小屋被人怒气冲冲的推了开来 只见到一名 娇俏的少女 气鼓鼓的冲出来 她身着鹅黄衣裙 满头青丝 被挽成马尾 跳动间 充满着青春与活力 少女出了小屋子 郊区一动 就化为一道红光掠出 飞快的消逝而去 在少女离开以后 一道窈窕倩影 也是缓缓的 从小屋当中走出来 她青丝如墨 倾泻下来 那尖俏的瓜子脸颊 白溪如雪 柳眉弯弯 看上去给人一种 温雅柔和的气质 而此时 她正有些无奈的 望着少女离开的方向 灵儿怎么了 谁又惹她生气了 那湖泊外头 突然有着笑声出来 只见一道身影掠来 出现在小岛上 白人身躯修长 一头青色头发 显得格外的奇特 她模样英俊 而且还透着一股邪气 伴着嘴角的笑容 倒是颇具魅力 没事 温雅女子看了她一眼 赞赞的一笑 有什么事吗 最近接了一个天气任务 需要一个搭档 所以想看看 你有没有时间 清发青严笑着 她望着温雅女子的眼神 深处有着一些火热和轻木 温雅女子微笑着摇头 婉拒着 最近呢 我正好要修炼 怕是没有这个时间呢 你去找一下其他人吧 话音落下 她也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回了小屋 把房门轻轻的关上 清发青年健壮 不由的无奈的一笑 她转身掠出湖泊 一旁便有人迎上来 老大 又被拒绝了呀 老大呀 你好歹 也是咱们北苍宁院 天榜排名第四的风云人物 他也太不给面子了 如果不是老大留手 他也不见得 能一直占据着天榜第三呢 一个人有些不愤的说着 急什么呀 这样的极品女子 只能徐徐徒之 哪能一搓而就啊 放心吧 总有一天呢 她会乖乖的躺在我的怀里的 清发青年嘴角的笑容 逐渐变得邪魅 但是却多了一些阴气 她转头看向那湖中心的小屋子 手掌缓缓的一窝 她鹤腰看中的女人 哪有跑得掉的 第二天 当清晨来临的时候 牧尘和洛黎 已经早早出了新生区 对着北苍灵院内围而去 今天 就是他们前往灵爵殿 挑选灵爵的时候 而对于灵爵殿 牧尘颇为心动 从某种程度而言 北苍灵院比起北灵院来 要更为的严格 在这里 并没有免费修行的灵爵 你想要获得厉害的灵爵 只有一种方式 用足够的灵职来换取 整个北苍灵院的学员 都时刻在为着灵职而努力 因为在这里 没有灵职的日子 实在是寸步难行 连修炼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灵爵殿这种地方 更是很多学员垂涎的地方 不过这里 并不是人人都能随意的进入 只有着那些 获得了北苍灵院奖励的 优秀的学员 才能够进入其中 凭借基员获取灵爵的 而如果谁的运气好 在灵爵殿获得神级灵爵的话 那绝对是足以让人为之眼红的 牧尘和洛黎直奔北苍灵院内围而去 大约十多分钟以后 终于逐渐的减缓速度 最后在内围位置的 一座巍峨的山峰上落下 在那山峰之顶 有着一座庞大的巨殿 巨殿之前是一片青石广场 牧尘两人便落在这片广场上 两人落下 目光四处扫了扫 却发现此处空无一人 但他们的神色 却是有点凝重 因为在先前落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清楚地察觉到 有着一道道隐晦的意念掠过 那些意念 极为强横 显然 这应该是隐藏在附近的守殿者 灵爵殿在北苍灵院也算是重要的地方 必然不会毫无防守 谁如果要在这里乱来 那么结果恐怕会很悲惨 牧尘和洛黎对视一眼 然后缓缓走进那座庞大无比的巨殿 他们的身体放松着 没有流露丝毫的紧张 而在牧尘两人停在巨殿之前的时候 后方也有破风声传来 三道身影闪掠而至 最后落在广场上头 正是杨红 木魁 丁青三人 那杨红一现身 眼睛就死死盯在牧尘的身上 他的双掌紧紧地握着 眼中满是阴沉和怒火 然而 牧尘只是随意地瞥了他一眼 就收回目光 冲着木魁和兵青 笑了一笑 你们两个 来得倒是挺快的 木魁咧嘴一笑 走上前来 目光扫了一下这巨殿 黑黑的笑着说 没想到 这地方 守卫还挺森严的 刚才啊 差点吓得我掉头就走呢 牧尘一笑 看来 他们在接近这里的时候 也是受到了那些强横意念的审查的 小家伙们 你们来得也太早了 老父我可还没休息好呢 就在牧尘五人都到达的时候 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也是从那大殿方向传来 牧尘他们抬头一看 就见到那竹天长老 不知何时出现在这巨殿上头 他盘坐在那里 睡眼惺忪 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见过竹天长老 牧尘他们都是齐齐行礼 对于这位在北苍林院当中 拥有着不低地位的天席长老 必要的尊敬 还是必须的 竹天长老笑眯眯的点点头 然后身形一动 下一瞬 已经鬼魅般的出现在牧尘五人的前方 那种速度 让五人心头都是一领 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 前者是怎么出现的 那种感觉就犹如竹天长老 本来就站在他们面前一样 好强的实力啊 牧尘暗暗的心惊 这就是北苍林院的实力吗 一个天席长老 就能够拥有如此惊人的实力 这北苍林院 难怪能够在大迁世界当中 拥有着不弱的名声 竹天长老笑眯眯的打量着五个人 然后视线在牧尘的身上多转了转 而在他的目光查看下 牧尘只感觉仿佛后者 看穿了他的身体一般 有一种凉馊馊的感觉 啊 好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准备进入灵觉殿吧 竹天长老视线也并未停留很久 挥了挥手 然后转身 看向那紧闭的锯垫大门 屈指一弹 一道光芒掠出 射中那厚重无比的 金铜大门 随着那道光芒掠出 只见到那金铜大门 顿时就爆发出道道光芒 一道道光线在大门上交织 隐隐的似乎是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阵图 一种隐晦 但是却格外强大的波动 若隐若现的散发出来 果然是防卫森严 不仅有那么多高手暗中保护 还设置了这么强横的灵阵 牧尘瞥了一眼 便是暗暗扎折 从那种波动来看 恐怕这青铜大门上的灵阵 起码得五级以上 随老夫来吧 竹天长老一回衣袖 率先走出 一步便踏入那青铜大门 光芒闪烁间 已是消失踪迹 牧尘五人见状 也是急忙跟了上去 就在牧尘五人 踏入青铜大门以后 顿时眼前光芒闪烁 脑海中 微微的有些眩晕传来 等他们回过神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 已经大变了模样 那是一片 璀璨的光合 光芒就犹如洪流一般 自四面八方呼啸而过 那放眼望去 绚丽的光合 延伸到了视线的尽头 牧尘他们有些恶然的 望着眼前这奇特的一幕 显然这里 与他们想象中收藏灵觉的地方 截然不同 而且他们似乎也并没有在这里 看见任何的灵觉 竹天长老的身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那俊秀的少年面旁上头浮现了一抹笑容 指着那无数的光合笑着说 这里便是灵觉店 而你们想要的灵觉啊 便是隐藏在这个里面 牧尘他们惊讶地望着那灰红的光合 隐隐约约的 倒的确是察觉到一些奇特的波动 首先呢 我得告诉你们 灵觉店是我们北苍灵院收录灵觉之地 这里甚至不乏神级灵觉的存在 如果你拥有着足够的能力以及机缘 那么便是能够将其获得 当然了 并不是说你们进入了灵觉店 就一定能够获得灵觉 一旦挑选失败 你们将会空手而归啊 挑选失败 牧尘他们有些疑惑 还带这种说法的 竹天长老点点头 这些光合之中 拥有着无数的灵觉 你们想要获得满意的灵觉 就只能潜入其中寻找 一些寻常灵觉倒还罢了 可若你们遇见 并且抓住那种厉害的灵觉 那么就会被传送进入其中 在那里啊 你们会遇见灵觉镇守者 他们的实力 会使灵觉的等级高低 有所祝福 只有打败了他们 你们才能够获得你们所看重的灵觉 而一旦被他们打败 你们就会失去机会 空手而归啊 牧尘他们的灵觉 牧尘他们有些恶然 这灵觉店的灵觉果然不是那么好拿的啊 所以呢 我也奉劝你们 不要太过执着的追逐最为厉害的灵觉 不然的话 倒霉的 只会是你们呢 还有什么问题吗 牧尘他们对视一眼 旋即都是缓缓摇头 眼神中有些愉悦愈适 显然 这灵觉店有趣的获取方式 勾起了他们的兴趣 既然如此 那么就开始吧 希望你们能够成功而回啊 竹天长老点点头 走 牧尘和洛黎对视一眼 相视一笑 然后身形率先掠出 一左右 直接冲进了一道 灰红的光河之中 在他们后方 杨红 木魁 冰青三人 也立即展动身形 冲进光河 消失不见 竹天长老 望着他们五个冲进光河 这才一笑 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 会有什么收获 想要获得神级灵觉啊 可没那么容易啊 哈哈哈哈 当牧尘的身形 在冲进灰红光河当中的时候 眼前的视线 顿时就变得明亮起来 他望着前方 只见到铺天盖地的光流 以一种极端惊人的速度呼啸而来 然后从其身旁掠过 牧尘盯着那些掠过的光流 眼神一明 能够看见 在那光流中心 有着一圈圈的圈轴 一些奇特的灵力波动 散发出来 显然都是一些高级灵觉 牧尘伸出手掌 猛的一撞 便是把一道光流抓在手中 而在他手掌抓住光流的时候 一些信息就飞快地涌进了他的脑海 大崩雷拳 灵极中品灵觉 权势如崩雷 刚猛霸道 足可以震山烈月 牧尘砸了砸嘴 没想到随便抓一道灵觉 都是灵觉中品层次 这种灵觉 在北灵院的话 必然会被当作宝贝样珍藏着 但是在这里 却只是寻常的普通之物 牧尘随手把这道光流松开 任由他远略而去 显然 他对于这种层次的灵觉 现在并没有太多兴趣 既然难得进入这灵觉殿 如果只是获得一道灵级中品的灵觉 那未免也太对不住灵觉殿的大名了 好东西 应该都在后面吧 牧尘抬头 望向那光流尽头的方向 微微的一笑 他展动身形 化为一道流光 迅速对着光流深处 暴掠而去 而就在牧尘对着那光流深处而去的时候 他并未察觉到 在他寄海当中 那一叶神秘的黑纸 似乎在此时 微微的明亮了一些 趴福在曼陀罗花上的九幽雀 他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 那让他非常忌惮的神秘的黑纸 但是又没能感觉到什么 只能再度闭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阳打赏支持明镜需要您的阳光